最豪华的顶级舞台 最帅气的主持阵容 他们是一群为了梦想 勇敢挑战自我的男子汉 50位男子汉 必须经过地狱般的测试 超艰难的挑战 最后将选出史上最强偶像团体 究竟谁能够美梦成真 1月6日起 北周五六日晚间时点 我爱男子汉 您现在收看的是 超级电视台 请你跟我这样过 你会怎么叫孩子 你就把他想作 我是小叮当啊 小叮当那么多的那个 多才多艺 还有可以变很多东西 才有那个魔法铃铛啊 转换一下 而且是用他的语言 对 用孩子的语言去转移 孩子的注意力 你有这样子先的预防打预防针 跟先前的那样演练的话 他受到伤害的那个程度 不会这么大 如果像我们那种 我儿子那种烫头发之前 已经被嘲笑 心里已经受伤了你知道 那怎么办 昨天又被亚兰硬押着 要去烫一次头发 亚兰为什么 一定要儿子都要被烫头发 因为你们都生气对不对 为什么啊 对 后来就去烫了嘛 烫完之后 整个脸就是塞铃 然后卷起来 然后一卷完 当着设计师 在那边把头发压起来盖住 然后就说 好丑哦 我去学校要被笑了 这真的会是 不要给你闹闹嘛 都是阴影耶 怎么办呢 然后一路上闹得 亚兰跟孩子也不开心 他那已经受伤了你知道 那我在旁边 我也不晓该怎么办啊 老师 孩子被嘲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第一个 请听孩子表达他的委屈 好好听 你不要去发表 在情绪当下 不要用太多的理性语言 去跟孩子沟通 让孩子好好把 他的委屈跟情绪发泄出来 第二个 分享爸妈有被嘲笑的经验啊 对啊 爸爸以前刚出道的时候 头也被弄得跟什么一样 怒发冲冠等等 对 也是麦当劳头 风吹得都不会动 因为吹得很硬 分享一下经验 让他知道他有伴 他有 也有人是这样子 而且是我的长辈 他们后来也还活得好好的吗 那第三个 分享大而化之的好处 如果你一直放在心里面 你一直畏畏缩缩的 反而更多同学来注意你 对 那你那个更难受的时间 就会拉长 这倒是可以在前面呢 已经好要听完他委屈以后 再来好好的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觉得怎样 那可能就不会那么难过那么久 如果你畏畏缩缩缩 全班的同学都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都看到你那个头发或者说是什么的 第四个 让孩子知道家人永远都是他的支持 有什么委屈 回家来讲 我们永远都会 家里是最好的避风嘎 第五个 亲自沟通一定要 那因为其他的孩子你管不到嘛 你唯一的桥梁就是老师 有那一次其实后来我就写了联络簿 跟老师讲这个状况 就说他上课因为听不懂 又怕被同学笑不敢问 对 然后老师后来有好的回应 老师说他会跟班上的同学谈一谈 问问题为什么好笑这件事情 所以后来应该有解决 像老师才会知道问题所在 对 因为老师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最棒的老师其实是在课堂上 对着所有的同学去讲这件事情 而不是把只有嘲笑那些孩子叫过来 然后去处理的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好 那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就是 孩子小时候我非常喜欢 Hello Kitty的东西 那因为我都生男的嘛 然后看到Hello Kitty卖蓝色的 他们很小大概两三岁 我们就住美国 然后就是都买Hello Kitty的睡衣睡裤 那因为他们也不懂 就穿得很开心 就回到台湾以后就 就去上幼稚园就被人家笑 说你穿Hello Kitty 男生怎么穿Hello Kitty 男生怎么可以穿Hello Kitty 有四个都男的 所以穿 结果他回来就很生气说 为什么让我穿这个 人家都一直笑我 女生都一直笑我 然后我就了解说 其实孩子他很在意这个事 所以父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就是你要 就是我们给他的爱 对他的赞美 对他的称赞是非常重要 第二个重点就是 不要把你自己想要烫头发 或者穿Hello Kitty 夹在孩子身上 下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专家 就是说小孩子物欲太强 然后导致他会不珍惜东西 要怎么教 像我老大 现在小姨 常常在要手机 上了小学以后 她说她要 小姨开始对不对 小姨 我女儿也是这样 因为有人就有了对不对 就开始常常问我说 妈妈我什么时候可以有手机 常常问 对 那她之前呢 就是每天回家都要带玩具回家 就是买新的 所以我大儿子她后来就变成 她玩具只玩一天 对 对 就只玩那一天 真实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不珍惜东西 就很糟糕 很严重 对 像我是老师 我准备礼物有没有 礼物拿出来 比如说新的可爱橡皮擦 或什么的 小孩不 所以我还说橡皮擦怎么实在 然后小孩会说 老师你的礼物好烂喔 真的 有点烂啊 这么直接 现在小孩的橡皮擦掉了就掉了 物质环境 尤其是北市太好 所以小朋友都不太珍惜东西 其实像那个药手机事件 我们家曾经发生过 可是因为刚好也有另外一个事件 那我就借题发挥 因为那时候哥哥 哥哥比较大嘛 那他就先 大概三年级的时候 我就给他一只手机 我说我给你手机是我要接你 你下课才跟妈妈联络 只能打给妈妈 别人打给你 你也不可以接 除了家人 然后你也不可以打出去 这样子 可是弟弟看到他就会想要啊 那时候刚好就是 哥哥他们班有一个 也是都带手机 可是后来上课打开 被老师没收 那他就没有手机 他就跟同学借 结果呢 这件事就过了一个月之后 有一天我儿子回来说 因为那个人帮他借了手机 没有还他 他回去干嘛你知道吗 上网 上网 然后玩游戏 Oh my God 你知道那个手机 还是要手机都是为了 不是3G的时候上网 是多可怕的一件事 超会的 他那一个晚上 就玩了快三万多块 Oh my God 一个月的薪水 天啊 所以他就忽然报征电话费 那等下要去查 查了问了之后才知道这件事 我就刚好这样子告诉我儿子 我说第一 你手机不能借别人 等下给你打长途电话 或者拿去玩的话 怎么办 对 那我就这样顺便跟我儿子讲 说 然后呢 你太小的小孩 你根本不懂 你因为 我说你的同学可能也不知道 这样上网玩是很贵的 所以他就一直玩一直玩 以为是不要钱 我就借题发挥 把他们训了一顿之后 两个从整之后就很乖了 手机也不会乱打电话 到现在国中都不会乱打电话 我女儿现在五年级 我都没有给 我就偶尔就是 比如说真的需要的时候 我借他一支 当天就拿回来 所以如果小孩 光小一就要跟你要手机 怎么办呢 很普遍的问题 光这一点 来王老师 小一如果跟你要手机的小朋友 小三应该就要跟你 换智慧型手机了吧 因为很多东西都提早了 对 没错 很多东西都提早了 那小一如果就跟你要 因为其他人有 第一个你要让她了解 手机的用途是什么 像刚才姿佑姐做得很好 是你只有用在某些时刻打电话 第二个我会让孩子了解 使用手机是有基本费的 这个钱哪来 哪边来 你有零用钱 好吧 你一个月的零用钱300块 那基本费是299 这一块钱就没有钱了 没啦 OK 对 自己的东西 自己付钱是理所当然的 那你没有零用钱怎么办 很具体的去让孩子了解说 你拥有这些东西 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对 你不要跟别人比较 可是如果孩子跟你讲 可是他们都是把妈妈付钱的 还是什么的 等等 不行 对 我们家的规定就是 我可以买 对 你不要让她没有的选择 或直接用很权威式的 去告诉她 不可以有 这样她会不服下 可能口服心不服 对 很多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就告诉她说 我们家的规定就是 大家付自己的 妈妈也自己付她手机的费用 那你也付你自己手机的费用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东西这些规定定好了以后 当她要换自卫洗手机的时候 她就知道月租费是多少了 真的有用耶 这一招真的有用 真的吗 我都会跟我儿子讲 这一只手 因为有时候她们去跟我去换 因为我们的月费到了 就可以换新手机 对 然后有时候是不要钱的 就让她们选 可能选的是等级比较低的 我对她讲你们选 可是这个你不乱按 上网又是跟之前那样都很贵 那玩游戏 你如果乱玩在上面乱玩 如果太贵的话 超过多少钱 然后她们现在就很害怕 我儿子现在只要讲说 妈妈 我按这个按键 后来她们到现在拿的都是 最基本的打开听的 基本款的 对 她们自己都不敢选 连人手机 那一种 对 她们到现在都不敢选 那一种可以download东西的 像我家 东西弄掉 第一次 一人付一半 第二次 我儿子第一次把她的小提琴弓 她耍宝 把她坐在屁股下面 把她坐断一根 一千块 然后我们就说 说好嘛 第一次弄断东西就自己出一半 所以她要出五百 然后我儿子就哭 我不要出五百 五百好多 我说可以 五百如果不出 那就罚劳动服务 那我们家是 因为我家楼中楼三层楼梯 擦一次从一楼擦到三楼 擦一次有十块 所以她要擦十次 哇 这一次整整罚了一个半月 她才擦完 所以现在那个工有没有 一拉完马上会收的 好好的 不会再断 对啊 她真的有效 对啊 有效罚钱有效 好 那如果说是太喜欢了 对 不是三言两语 就可以打退她的这个 对堂堂堂 一直想买 小绿妈咪有例子 就是像我们家 我都没有再 买玩具给小孩 很少 就是可能一年只有一次两次 就是可能她生日啊 或者是过年啊 这样子 就是很少的机会 买玩具给她们 结果她们上小学以后 就是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 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 她们去超商的时候 两兄弟就在那边 起起初初 看完就一直看 就 孩子爱用东西 小朋友到底该怎么办 我会买那种就是猪猪 或是鞋子的猪猪 人家喜欢 她就拔一颗给一张 然后 对 然后拔到回家 那个鞋子的猪猪都不见了 然后我就说 妹妹你的鞋怎么会这样 她说 我同学喜欢啊 她说我给她 她就会跟我做朋友啊 就让孩子知道 这些东西是她的爸爸 马上送给他们的 并不是属于他们个人的